如果说谢建峰是个令人头疼的孩子 我想他的妈妈可能会点头如捣蒜 大表赞同 因为打从这个孩子一出生 就给妈妈带来很大的麻烦 更导致家庭婚姻的破裂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建峰是个自闭症的孩子 实在是很难带 不过妈妈并没有放弃 他是很特殊没错 却是妈妈唯一的宝贝 建峰是台中市人 今年24岁 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建峰出生后 妈妈就觉得这个孩子 比一般的婴儿还要爱哭闹 到了一两岁从不开口说话 于是带他到医院做诊疗 却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 后来才证实 他是个自闭症多重障碍的孩子 出生他就是透明人 就是你会看到血液在跑 皮肤好像没长成 到十几天的时候 他就开始脱皮 就变成一个老公公 就整个那个皮肤整个都脚脚 他手很长脚很长 眼神很呆滞 就是面无表情 我很喜欢小孩 从懂事我就非常喜欢小孩 可是稍微一碰他他就开始大哭 超爱哭的 有时候一哭就是十几小时 二十小时都有可能 他棉被折得很好 只是说我教的跟他做的不一样 你知道上公车的时候拉不上去 好不容易上来了 他开始大哭 大概哭上半小时 要下车的时候糟糕 怎么拉又拉不下来 就在那边司机 跟我们折腾了大概是十几分钟 司机真的是脸都绿了 我觉得带他去看医生 我真的是有够累的 一天下来 整个筋疲力静 他都还不认识数字的时候 他就会看时钟 突然间有一天他跟我说 快来不及了 我就说为什么 他就看着时钟 像这样子他会倒着看 而且他速度很快 像24 25除以24 我们健康码上答案出来 然后余多少 就被老师打叉叉 老师就说 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抄袭的 两岁我就检查了 他是自闭 可是又不是自闭 他是过动 可是又不是过动 所以到底什么病不知道 很多他没兴趣听的 他就会到处走动 在那边一直绕圈圈 一直绕圈圈 然后在那边 哦哦哦哦哦 这样子 两只手就一直摆 一直摆 一直摆 到后来 他随便就开一个羽胀 轻度的羽胀给我 他三四岁那时候 是我最苦的时候 我先生因为娶了我 他工作更不容易 生了他 让他周遭的朋友 都看不起他 只要喝醉酒 回来就是闹了 训练歌纸 训练什么都训练得起来 他就不相信训练一个小孩子 训练不起来 半夜两点 拿着皮鞭就抽打他 我就护我的孩子 最后两个一起打 我被他们家赶出来 那一刹呢 我真的不想活 因为我想带他走 开这台车 直接冲到石缸水吧去 看私下没人 就这个时候把他冲下去好了 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拉着我 他就一直拉着我 我那个油脉踩不下去 倒是真的 对啊 后来才知道 他一直拉着我 是他肚子饿了 对啊 结果我刚刚没听清楚 要很清楚的讲 妈妈答案 好答案 这四个字讲起来 对他来说很困难 他早上看到 他也从来没有叫过我妈妈 爸爸也不肯讲 妈妈也不肯讲 大家都不相信 所以只要你跟他说 来 来妈妈这里叫妈妈 然后他就开始有障碍 会有智商的行为 他只要出现智商行为 他会吓到我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 在彼此立下誓言后 组成家庭 没想到啊 却因为生下了障碍的孩子 而宣告家庭破裂 这就是建峰的妈妈 所遇到的人生中 最不堪的往事 还好建峰妈妈是个坚强的人 失婚的他带着特殊的孩子 在没有家人的帮助下 一个人把建峰抚养成人 这一路走来啊 买是心酸啊 建峰刚开始是很喜欢丢碗 丢下去那一刹那碎掉的感觉 后来看他拿了一个铁碗 创得很坏 你就听到一台车 啪一声 那个车就往那个碗 就撞下去 那个碗挥起来的时候 他就 那个两只手就这样子一直摆动 好兴奋 我最怕的是 突然间走到马路中间 然后两手一摆 然后就听到紧急刹车的声音 后来好像这个 又让他兴奋不起来 他自己会一直在寻找一些 比较刺激的可能是我们给他的刺激也不够 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刺激他 开始那是在我娘家 就是我看到一个孩子站在那个悬崖 很深的那个溪 你就看到一个孩子站在溪里面 这样子两只手一直摆 他想说是很危险 是急要去把他扭 我就往下看 已经三台电视在下面了 把他掉到溪里面 他那时候破坏力太强了 我爸爸已经过往下通别了 我可以回家 不能带他回去 后来我就很久都没有回娘家了 因为也太可怕了 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小魔鬼来出生 要来磨我 还是我很不孝顺我的妈妈 因为我的个性很强硬 所以是不是老天爷才会 给我这样的孩子来磨我 哇 你看 画得很有意境啊 哦 哎 建峰 你喜欢画画吗 是吗 是 是哦 这里这么多画 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是 累不累啊 会不会累啊 不会 不会啊 会 应该是会 不会了 不会 我看他的口型啊 知道他的意思是喜欢画画 不觉得累 以前是谁教你手语的 那个 那个 学校吗 学校 是学校教的 读书 以前不会手语 现在会手语 会一点点 一点点 是不是 一点点 喜欢手语吗 是吗 是 哦 自闭症的孩子啊 有口难言 如果可以学习简单的手语啊 也能够帮忙沟通哦 好 好 你几岁啊 二十五 二十五岁啊 二十五 嗯 建峰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发现这个做也做不住的孩子 却有绘画的天分 后来妈妈让建峰去学画画 不过那只是学着好玩 直到高中时 就读台中起葱美术科 他才开始正式学画 后来还毕业于开南科大文艺创作系呢 建峰啊 他现在是台湾画画协会的会员 他从大四开始呢 跟着协会理事长蔡老师学画 我们都知道啊 蔡老师呢 对于教导身杖学生画画很有耐心 他还帮助脑心麻痹的学生设计符具 让他们戴着头盔也可以作画 那么对于自闭症的建峰 蔡老师也很有一套哦 建峰啊 这个展览是他现在目前那个第二次个展 我们非常高兴就是说 他这一次的展览跟上一次的展览完全不一样 上一次的展览大部分都是属于 镜物然后临摹 或是画照片 所以到台湾画协会以后呢 我们就希望说带动他去欣赏大自然 欣赏大自然 那他就开始有人画这个风景画 画看到实际的花 那这样子才不会一直循着他以前的一个方法 在画画 哇 这个是我们画的核花 这是我们小朋友画的 进去展示一下 我们会把二三十张把它摆成一幅画这样子 哇 这个是建峰的 建峰是写实能力非常好 他看着核花 慢慢慢慢画每一笔一画呢 他都能够很精细的把它描绘出来 然后颜色的渐层啊 还有构图的那个分配啊 颜色都用得非常好 第一次蔡老师就指着那个核花 他说建峰我要你画核花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他没办法那个核花都是在动的 他在高中学校给他的几乎都是黄 他可以黄跟老师一模一样的 我认为是纸上的黄他很新 可是你那个会动的东西 我在想连影子他可能都抓不到吧 老师说没关系你给他尝试 第一次的核花就出来了 后来核花就越花越好 这张在哪里写声 新田 新田 他在新田写声的 新田有核花词对不对 这个是牡丹 牡丹 谁的 慧晨 慧晨老师教的 这张是慧晨老师教的 老师什么教你 老师什么教你 慢慢的画 慢慢的画 因为建峰他的那个细部的部分蛮仔细的 我想说牡丹花既然是花松最美的 就富贵人家会挂的图 那我想说就让建峰试着画画看 没想到他第一张作品就画得这么出色 就画得这么好 对 这栋房子的外围啊 布置得美轮美奂 建峰呢现在就在里面学画画 你要画这张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树 树丛的颜色先直接分出来 建峰呢在这里学画 他呀跟着不同类别的老师 在不同的教室学习 这一位呢是黄老师 他也是指导建峰画画的老师 完成的话呢就放在隔壁的空间来展示 让社会大众可以观赏身上孩子的才艺 观摩他们的画作 因为他在画画的领域呢 他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他喜爱 他对那个色彩的敏感度很高 你看你的叶子点得好漂亮 那你这个空隙啊 这个 所以他在混色上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我们刚才知道那个绿色的树 它里面有橄榄绿 深绿 紫绿 还有浅绿 黄绿 所以他颜色的丰富度就会比较高 他也可以用戒指叶的方式来画 你看越越漂亮了 好 那我们这里 那在十年前有教过一个听障身 我跟他教学的方式是透过纸跟笔 他国中就拿到铜牌奖 他拿到蛮多的奖项 让他得到很大的信心 剑锋你画的那个猫在哪边 画的猫在哪边 在那边 他画的猫比较可爱还是这一只比较可爱 他比较可爱啊 剑锋这次的那个海报 他画的那个猫 所以他见到猫特别有感情 我们这边大艺能馆 除了我们平常的小朋友 我们有提供展场 让小朋友做展 那我们也有提供像剑锋这样的一个 比较优秀 比较特殊的小朋友 让他们了解到 他们真的很幸福 谢谢 在协会里面 其实不只剑锋是办法展 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都能够 让孩子能够有展览的机会 那将来他的那种成就感 或是自信心 自然而然在那个场面里面 他自然就建立起来 不但是让他能够看到 他整个过程的一个变化 家长对孩子 还有老师对孩子的一个期望 社会各界对他的看法 也会不一样 那我想展览对一个孩子都很重要 后来蔡老师给他学油画 所以第一个油画 对他来说也是很苦 一边画一边苦 他第一张油画卖得很高 一万二 老师开两万 后来被杀架 建峰好开心 一直笑 如果能够帮助他 拥有好心情 那么就是多逗他开心 不然除了工作狂 久了也会无趣 来来 猜拳 来 母爱实在可以说很伟大 因为谢建峰 有他这么慈祥的母亲 这样细心的照顾 他以后的发展会发扬光大 建峰好 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 你记得这个吗 你长大了耶 不记得 你刚学习的时候我来看你啊 你记得吗 记得 记得 我以为自闭症的人 他的内心是封闭的 是阴暗的 是有一道门 是关起来的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发现我进到他的内心 去看到内心的世界 这上面有签名哦 建峰的风 这一次也借由他的作品 让别人看到他 而且这扇门 就这样打开了 那这个打开的桥梁 其实就是这个艺术作品 然后大家肯定他的作品 认同他 那么他就会从里面走出来 所以这道桥梁是很美的 他是无家的 其实把他当成是 跟我们是一样的 去跟他交信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心房 就会打开 他就会跟你讲很多 聊很多 然后他很在乎他的身材 胖或瘦 他暑假的时候 越来越吃越胖 他不晓得什么叫做饱 这个 你们看 他拉了不同造型的几个桃器 这是什么 是泡茶的茶具 这个煎的 这个圆的 每个都不一样 待会儿继续看 他人生中第一份薪水 他领到的是九千块 我想他的妈妈应该比我更高兴 很满意 而且我喜欢他那个茶壶 这都是一 它是一 我看他在填图的时候 这个是建峰做的茶壶 我希望建峰还有这个地方 能够有更多的人发现他们的产品 让他们有那个 有自己自主的这个能力 让提升他们的那种潜能 他除了在这个会话的天分里面呢 继续的努力 更够提升自己之外 我也希望他能够做一些传承的工作 一起成长 好 做好了 刚刚看建峰拉胚啊 他竟然能够专心做十几二十分钟 这就是成品 到底拉得好不好呢 来问问老师啊 建峰做的这个作品啊 你觉得做得好不好啊 不错啊 你给几分 八十分 哦 八十分呢 哎呀不错啊 设计的不错 我看他设计的不错 做得不错啊 换成是我啊 铁定不及格 花时间又做得不怎么样 哎呦建峰好厉害啊 因为他我也学到很多 我也为了他去学很多 我的孩子不笨 他真的不笨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 所以他 他是我很甜蜜的护带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建峰 成长的过程 都靠妈妈一个人 来带这个超级难带的多丈儿 也许中间也有几次 妈妈想要退缩放弃 不过还好这个社会 还是充满了温暖 而妈妈也有坚强的信心 让建峰一步一步地学会 在这个世界站稳脚步 一笔一画地认真勾勒画中世界 展现出身杖画者 强韧的生命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